9月25日 福建省福州市副市長 公安局局長潘東升 意外出死 福建省疫情嚴峻 潘東升兩天前 還在醫院檢查疫情防控工作 自從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以來 全國各地有不少警察 在防疫期間離奇出死 官方都說是過勞死 但是民眾就表示質疑 官方聲稱 潘東升是職勞成質 未通報他具體還的是什麼撤死 這意味著潘東升成為在疫情期間 過勞死名單中的又一人 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一年多以來 中國各地出現大量中共警察、 副警、黨員撤死事件 官方通報的理由大多數是過勞死 9月19日 中共央視新聞在微博發表了一段影片 披露雲南總共有27名警察 14名附警 在疫情期間撤死 除了少數幾人因車禍等意外死亡 大多數都是離奇撤死 而且這些警察年齡都不大 很多只有30多歲 武漢市爆發疫情初期 2020年2月1日 大陸封面新聞曾報道 短短11天 全國各地就有8名警察撤死在疫情防空一線 今年1月18日 官方新華社報道 2020年全國總共有315名警察 165名副警 因防空疫情而死亡 還有4941名警察 3886名副警受傷 有知情人士曾向新唐人提供一份死亡名單 在這份官方統計的名單之中 單是在一頁紙 就統計有65人死亡 大多數都是在疫情防空一線的 中共黨員和警察 死亡原因 也大多寫著 過勞突發疾病